你好,我是Ivan,今天講SEO 看了有一個公司有一個新聞 他做了一個在SEO上面的A-B test A-B test不是一樣很容易做的事情 因為你要很仔細地去測試得很清楚那個時間 然後去看一下那個差距有多少 才知道A-B test是成不成功 還有你要足夠的數據才可以有一個代表性 他做了一個什麼的test呢? 他嘗試在你的網頁的home page那裡 我們會有個底下,我們叫Footer 通常我們會加一些內部連結 就是可能去不同的頁面 他就是想做一個test就是說 我加多一些的內部連結 究竟有沒有幫助我的呢? 於是他本來那個home page 他的主頁那個網站呢 有大概30條的內部連結 在一個底下那個Footer那裡 那他由30條連結 加到100條連結 真的很厲害,很長的了其實 加了之後 對於他整體網站 他這個網站的行動 究竟有什麼好處呢? 他發現了有100條連結 他有5至10%的提升 就是講到行動來講 不是跌是升 有超過45%的頁面 因為他剛才說了 有超過45%的頁面 是多了5至10%的提升 另外有33%的頁面 就多了10至20%的提升 另外呢 就有21%的頁面 是多了20%的提升 那是多很多 那你見到了 如果40多加30多加20多 應該是不夠100的 那我猜因為有 有40多加30多加20多 某些情況是沒有升到流量 或者是下降了 但是呢 屬於比例應該是少的 就是說 加了內部連結 加多了 本身都有 加多了內部連結 其實會對於SEO的流量 是有提升 由5%到20%不等 那他那個測試是怎麼做呢? 那他本身那個 那個內容是這樣的 那個底那裡 就是會有這些連結 那他由30條連結 就加加加加加加 加到100條連結 都很長 都沒有人看的 其實就是30條連結 其實跟100條連結 應該都沒有人看的 應該沒有什麼分別的了 不過在手機比較長 為什麼呢? 那他加完之後呢 你會見到呢 這裡有一個圖表呢 就是 先調小一點 加了之後 幾天啦 那你會見到它的SEO traffic 是升了的 他見到 是很明顯的 很significant的 那是 差在升了5% 還是10% 還是15% 那你會見到 是升的比例 是多於跌的比例的 這張圖 這張圖 你看到是少許跌的 但是呢 主要都是升的 那所以呢 原來在底下 加很多的內部連結 是會令到你的網站的SEO提升的 那這個都挺好的一個方法 那當然啦 你不會把所有的頁面加下去 一些比較重要 你想去拿traffic的 就是在SEO來講 排得好一些的頁面 就做這件事了 那通常呢 那些網站那個底那裡呢 就會是這些 就是譬如TV Mall 那這裡其實可能都有20條連結的 那加多一點的 那如果你說Amazon Amazon呢 其實就很多的 我覺得 有30條至 30條 有啊 40條都有了 的內部連結 那所以如果接下來呢 你想去叫做簡單地 可以提升那個內部 就是提升那個SEO流量 剛才那個測試呢 還要不是每一頁加的 它只是個Home Page加的 所以如果其他頁面都加起來 究竟會不會再提升呢 那這個當然可以去測試 那如果這個方法 你覺得你都會試 或者你試了之後的效果不錯 你都可以在留言那裡告訴我 那我們下次見